九十二 澳門日報 外刀再利用 2015年7月26日套滿街 C02建築師田中宏對新花園與原愛刀酒店地段的利用 經多長的介紹會 公撥 建希望未來能容立演藝學校 全天候溫水泳池 停車場 展覽空間 咖啡茶座 旅客諮詢及紀念品售賣 戶外舞台 甚至溜冰場等設施 期望在這黃金地段能滿足社會的各種需求 正如前民所述 地段將受高度限制 以其平面面積 原酒店為2000平米 泳池佔4000平米 民處停車場400多平米 在總面積只有6600多平方米的地段 究竟能容立多少功能 而建築物向廣場的高度為16.4米 估算 未來樓宇最多可見五層 但是 建築物的每一樓層平面 不能完全使用整塊地段的面積 因為需要考慮自然採光與通風的限制 如果保持完酒店的L型平面及邊界線 此時演藝學校的三所學校已經佔去整座大樓的空間 其次是室內泳池 要是一過二米深 五十米闊的泳池 這將會和現有的設施所佔的面積相約 把露天轉為室內 可利用的只有泳池的上部 但也要考慮泳池的淨空不能太低 約為九米 上面只可加建三層樓房 然而 在泳池上建大跨道建築物需 採用龐大的結構 結構也佔一定的空間 有意見提出未來不設觀衝 以制約空間 但請留意 現有觀衝 下部其實施更易失 浴室與泳池的附屬設施 未來的溫水池需要的空間將會更多 另外 而同時在未來的設施營會存在嗎? 我們不能忽略而同集泳的空間 再看地下建停車場 要知道水每立方米重量為1噸 在泳池下建車庫 其結構最少每平米要乘重超過2噸 這還未計算上部建築的重量 患有展覽空間 休閒設施 留冰場 戶外舞台 想法須好 內閣確實空間有限 在介紹會中 這些數據均不清晰 公連沒有空間的數據與概念下 即想將所有的需求放進未來的計劃 其實在一開始 有資深的建築師已提醒只能選一兩項主要的功能 放進未來的建築物 這才是理性的提議 以 Cheyenne Small Outmill 及 H.T.T.P. Cheyenne's Blog Expert 及田中宏